当我们带小孩来英国接受教育 甚至是移民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些什么? 你好,我是儿童心理学家郭博士 我除了在英国接受心理学的碩士 和博士的教育之外 我也在英国从事儿童心理学的研究超过12年 我在这个影片想跟你分享 当我们要带小孩来英国接受教育 或者是移民的时候 我们有哪些三点是必须要注意的呢? 记住看了三点 第一点,我们必须要了解的是伦敦效应 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指出 如果小孩来自非白人的背景 即是我们来自香港 如果小孩来自比较贫穷的背景 如果他们能够在伦敦接受教育 他们的学业成绩 竟然会比在英国其他地区接受教育的小孩 来得高,来得好 我想给你看看眼前的图表 这个图表是关于 需要接受政府资助的家庭 他们的学业成果 红色的点代表这些小孩住在伦敦 黑色的点代表这些小孩住在英国其他地区 你看到吗? 红色的点很明显 比黑色的点高很多 这就是我们正正所说的伦敦效应 而这个伦敦效应 除了在低收入的家庭里看到之外 其实对于非白人的小孩 即是在外地来的小孩 我们都看到相同的伦敦效应 所以如果你们家里都可以的话 真的可以考虑一下 让小孩在伦敦接受教育 我自己都在英国伦敦大学的教育部 担当全职科学员 除了我刚才跟你分享的伦敦效应之外 我自己的亲身感受 也觉得在伦敦上学或者居住 有一个好处就是 起码小孩不会觉得自己是异类 因为英国伦敦 其实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一起住 包括可能是巴基斯坦 非洲来的朋友 新加坡 就是因为伦敦是精英汇聚的地方 如果小孩从香港来到伦敦 他起码不会觉得自己是突压的 或者是奇怪的 因为他都会看到 伦敦是有很多不同种族的人一起在 这个就是在伦敦上学的其中一个好处 第二点 我希望家长不要麻木追求学校的排名要是 Outstanding 我知道很多时候 当我们为小孩找学校的时候 你可能会把香港的那套精英班的制度 带来英国 可能你就会想 是不是排名要越高就越好呢? 令到很多香港的家长来到英国的时候 就麻木为小孩找一些 Outstanding的学校 如果你真真正正去问 从事儿童心理学研究的大学教授 或者好像我 科学研究员的话 我们都会告诉你 不用麻木追求 Outstanding的排名 其实如果你找到一间学校 它的排名是good 但你的小孩在里面能够找到自己的兴趣 另外学校也愿意让小孩参与不同的活动 让他发挥到自己的发光点和优势 这样其实是来得更加好 在英国 如果教育部给了一间学校有一个Outstanding的得分 其实教育部有甚至好几年都不会再去检查这间学校 即是不会到访这间学校 然后看看究竟他们的老师和学生之间的沟通会是怎样 甚至当我自己和学校的校长去做健身 大家做不同的活动的时候 当大家研谈间讲真心话的时候 我都曾经听过不少的校长自己说 唉,真是开心 今年我们学校得到Outstanding 唉,不用让政府不断检查我们了 未来这几年我们真的想做什么都可以 这是真实的 所以真心分享 你真的不需要麻木去追求 就说小朋友一定要进一间排名要Outstanding的学校 作为一个儿童心理学家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真的看回你小朋友的性格 因为譬如好像一位比较内向的小朋友 如果要在一间学校有千多 甚至几千人的学校里面 其实小朋友是会很不舒服的 因为他会觉得那个刺激 声音的刺激 都很多 所以真的看回你小朋友的性格 还有如果那间学校 是能够给到小朋友的空间 去找到他的兴趣 他的发光点 他的优势的话 那这样东西对于我来说是更加重要 所以真的不需要说麻木去追求 一定要入Outstanding的学校 Good 有时就已经足够了 第三点 我们都可以留意一下 学校会不会与时并进 就是到底这间学校 会不会参与很多大学的研究 正如我刚才也说 因为我在英国伦敦大学的教育部做研究 所以我们其实都会和很多的小学 中学做很多的研究 让学校可以与时并进 知道有什么教育方法是比较好的 是有科学根据的 所以如果你为小朋友选择那间学校 都会常常跟不同的大学去做很多研究的话 即是代表这一间学校都很愿意去看 究竟有些什么教育小朋友的方法 是真真正正有科学根据的 如果小朋友间学校做到这一点的话 当然他们也会倾向真是用有科学根据的方式去支持你孩子的成长 儿童心理学的研究已经指出 真真正正会影响小朋友一生的快乐和一生的满足感 其实并不是小朋友的IQ 反而是小朋友管理自身情绪的能力 所以如果你也想陪伴小朋友 一起去帮助他从小学习如何安定自己的情绪 而你的小朋友也是三岁至十三岁 我很鼓励你去看下 由我儿童心理学家郭博士 和英国伦敦大学的精神波医生 Dr. Verhana 一起研发的 Happy Me 安定孩子情绪 游戏和故事系列 我会把Happy Me 的免费体验会放在留言区和资讯栏 你也可以去看下 有什么原因令你想带小朋友来英国读书呢 都很欢迎你在留言区和我分享你的看法 现在你可以去看下这两个影片 相信都会对于你和你的家庭都有帮助 我每个星期都会在这个频道和你分享 最有科学根据的儿童心理学资讯 所以记得订阅这个频道和打开小铃铛 那你就不会错过我每一个影片了 我们下一条影片见